全体学生都还在放寒假 不过新竹县因为在四月中 轮到要举办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 比赛期间学校都将配合停课 来作为场馆或是宿舍 因此新竹县的中小学 今天就提前开学了 让部分学生有点无奈 学生乖乖返校上课 老师在台上专心讲课 但学生看起来有些开学忧郁 因为寒假提前结束 新竹县全线130所公司 中小学还有妇幼提早到2月7号开学 比预定的13号整整早了快一个礼拜 在去年度的时候 学校在发行自立的时候 就已经跟家长说 因为今年要办全中运 所以我们会提前一个礼拜 提前快一个礼拜开学大有原因 因为新竹县府今年要在4月22号到27号 主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赛事期间正用多所学校场地进行比赛 因此县内各级学校都会停课 所以才决定县内公司力高中国中小学 还有国小副又共130所 一共6万9千多名学生提早一周开学 才能不影响教学时数还有品质 那在开学的准备工作当中呢 我想以防疫优先相关措施 都做好了万全准备 做好万全准备就是要家长能够放100个心 不过小朋友可能不太开心 毕竟难得的寒假 硬是被提早收假 学生家长感受大不同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